大家好歡迎收看旗鼓掌 我是黃培說 這個是新春的特別節目 那這幾天有 這節目每天都不太一樣 如果你有時間的話歡迎您收看 那這邊先祝全國觀眾朋友 金豬年豬四大吉 平安健康 平安健康 好 今天我們談到個股的部分 我說其實有一檔 譬如說每檔個股它在運行的過程當中 你想要去找它的買點 找它的賣點 當然就是每個人夢寐以求 好的買點 賣完之後趕快掉下來 買完了趕快起漲之後拉幾根漲停 如果那個整個運行那種結構位階 這是我一直堅持 你要把它釐清 要把它搞清楚 所以我常跟你談的我們的 進化波浪戰法 大盤也一樣 個股也一樣 上一集我們談到大盤的部分 我們今天就主要談到個股的部分 那個股 什麼時間點你要去做買進 什麼時間點你就不要理它 沒有空就不要理它 再找一些可以運 重點運行那個方向很重要 過年期間 等於每個人都要大掃除 你一年到了 總是你手中一些持股 有的就 哇 不像我們來欠股票 一日欠一欠 其實那些都是怎麼樣 套牢很深的個股 真的要做一個整理 等於你要做一個整理 好像在大掃除一樣 一年到了總是把手中持股 調出來整理整理 該換的 太弱流強的 要去做那個動作 不是要拿著不要插著這樣 要去動 等於要去動 你的財富才會靈活起來 要去動 如何動 有的股票該買 有的股票該賣 有的股票可以彈高一點再來賣 有的股票你不賣不行 馬上又要掉下去了 那個都是他現階段在運行 那個結構危機你要把它釐清 你要把它釐清 我們再慢慢來談幾檔股票 其實我資料準備很多 我能談到哪裡就算哪裡 這是646的神盾 這預錄節目 這1月29號印的 等於神盾從1622 長到334 然後從這邊是106年9月 建高點以後 開始一路慢慢滑下來 滑到怎麼樣 滑到去年的10月底 然後才漲了兩個月 又漲到228 84又漲到228 那當然這一段漲很快 近期的這一段神盾漲很快 對不對 可是你要想到之前 想到之前 一路跌跌跌 那什麼時間點 這個時間點來去做買進對不對 對 之前這個時間點來去做買進對不對 不對 一年兩年都不對 一年半都不對 一年一整整一年 你怎麼買神盾怎麼賠 都不對 這邊怎麼買怎麼賺 所以我說那個運行的方向 比你實際進場那個點位還要重要 那個方向性 如何掌握 通過如何掌握 通過你看這個神盾 這是周線圖 這個地方106年5月 它這邊漲上來 這一段你要做都沒錯吧 因為它漲了一倍啊 162漲到334嘛 上一倍嘛對不對 你在那當下 5月多嘛 這106年5月多 你這個地方它是跌的五段 你這個地方要往上做 要往上做神盾 所以我們在當下會去買 會去買它 會去買它 那 才會再上上來對不對 後來建高點以後 它下來 開始下來以後 下來怎麼下來 我們去規劃它怎麼下來 334建高了對不對 怎麼下來 你這一點你都不能做多啦 其實這一段時間 我們有幾次都在做空啊 有沒有 往下 它怎麼往下的 怎麼往下 其實都是在找空點在空它 200 中繼型態往下 空神盾 都是在往下做 到了1265還在往下 還在往下 還在往下 最低它多少 84.1 那其實你看 這過程我跟你追蹤了很多次 每一次那個箭頭都是往下畫 每一次那個箭頭都是往下畫 畫到這個地方有沒有 它其實後來證明也是五段 一段兩段三段四段五段 有沒有 12345嘛 這也不會算一下 我說跌了那個是周線 跌五大波當然會停住 當然這一波它彈的是比較多 有些五大波走來它在底部黏住 可是你至少先知道說 這個脈動已經跌完它暫時只跌 那你看它整你的結構 看營運動有沒有上來 看它整個籌碼結構有沒有變好 有沒有往上走 能往上走的個股也不多 不是每一個五段跌完就往上走未必 只是說這個五段跌完它有一個訊號告訴你 這個地方這個脈動結束 暫時止跌 那你就只要怎麼去應對進退了嘛對不對 有沒有 12345嘛對不對 那你現在啦現在的神盾 12月17號它達228 我說這看起來12345段 其實有點危險 有點危險 你再追上去有點危險 這裡 老實說 我是大概這樣猜測有沒有確定 也還沒確定 因為它第五段有機會出現擴炎 有沒有 我也不是跟你說我懷孕了 12228我知道它高點了 沒有12345不是 因為它這個第五段 第五段你要確定說它能不能擴炎 後來哪一天就確定 這12月17嘛建高228 25號就確定它228.5它下來 這個結構我就說它是12345 逼穿頭228.5就228 小心這個C要下來 像這種結構現階段的神盾 你碰都不要碰 因為它整體來看 這五段已經走上去結束了對不對 它接下來當然 在那邊做一個頭需要時間 也不會那麼快下來 它已經做頭做很久了 短頭小頭有沒有 小頭做很久了 馬上要下來也沒那麼嚴重 可是呢 像這種結構就是慢慢慢慢慢慢怎麼樣 它的方向又再往下走了 你碰都不要理它 碰都不要碰 了解意思嗎 整體我來看 像這種你要來定位接 這12345大波結束對不對 這個整個就是一個大A波結束了 228.5 就是一個大A波結束 接下來它會怎麼樣 進入一個大B波 那個大B波呢 第一個很難做 第二個它的方向在往下 所以接下來如果你想做多個個股 像這種適不適合 就不適合了 人家喝醋的人家做了 你不要再去湊熱鬧了 你不要再去湊熱鬧了 也許它跌得比較快 你搶板彈會上去 你沒有跑它慢慢慢慢的 震盪震盪你覺得還好 慢慢慢慢就會下來 所以這種就不適合操作了 你一定要把它 把一些個股 它接下來運行的方向 一定要釐清 要釐清 這個就是大A波我定位接啦 沒有定啦 我跟你現在節目中講 接下來就會開始有一個大B波 這種架構就很清晰 差不多你把它釐清 細微的脈動 整個它現在什麼位接 它的形態 它的結構 把它弄清楚 其實就沒有那麼難 很輕鬆 操作起來應對都很輕鬆 這神盾對不對 現在就不要湊熱鬧 現在就不必湊熱鬧了 現在是金豬年 去年金狗年的時候 剛開始新春抗核盤沒多久 那時候跟你談了一些股票 那個都是 只要有這個圖啊 只要有這個圖 就是我帶會員去操作 當下1月8號 譬如他當下1月8號 現在穆德長這樣 我們來 研究他 現在穆德長這樣 他143點543 504 然後下來到258 這都腰斬了 你買的點位不對 這馬上就腰斬了 很恐怖 你不要看這一點點了 543塊 剩下258 等於將近300塊錢 可是他之前漲了什麼 漲了400塊錢 所以你這個時間點來買都對 這個時間點都不要來買了 那個時間點 那個時間點 要做對的動作 要做對的動作 這是今天的穆德 這1月8號的穆德 173在這邊 我說這邊開始推一個出生段 從這另外一個推上去 又一個123 你現在私後給他驗證 173點5 那時候當下有沒有買 當下都會去買他 這個173點5在這裡 這173點5在這裡 已經過一年了 漲到這裡了 又下來了 173的漲到504 5432下來了 173點5慢慢推上去 他這個結構你看 這邊一段 然後那時候我在畫這個 這個173點5上來這個是 這一組主生段的細微波 有沒有 這一組的主生段的細微波 有沒有從這173點5 173點5 這邊裡面有一個小細微 163點5 都結束完了以後 這邊又有一組 結束了 這一殺下來就結束 老實在過頭 這個就很明顯 那個B是穿頭的 它不是一個推動 它這邊三段 它不是一個推動 它是B穿頭C就破底下來 它B穿頭C就要破底下來 這個ABC的結構 3563MOD 整個架構整個結構 其實你當初的位階 把它定清楚 你到發現它後面 就慢慢在整個運行的結構 這樣一年過去 它大概就照我們 規劃的一直在運行當中 12345大波 結束了ABC下來 有沒有 這3563MOD 這都可以讓你驗證 頭C這都可以讓你驗證 當下定的結構 到最後都可以讓你驗證 剛去年剛開始新春又來這一檔 這是4137的立豐 這是今天印的 頭部這今天印的 當初在這裡 頭部當初在這裡 2月8號 這去年2月8號 107年2月8號 立豐 新春開完盤沒多久 我就一直介紹這幾檔股票 穆德立豐先進光 那時候先進光在這裡 2月 2月8號先進光在這裡 我說這邊五小段結束 要往上走 那當然這個是個A 那A不管 反正裡面就有五個脈動 你自己看啊 我這個沒有 沒準備 這樣我沒準備 一樣 這邊是不是一組 這邊一段 12345 是不是結束 你自己看 有沒有 那個結構就大概都這樣 都是有理論一句 不是我自己亂編 立豐 2月8號立豐 那時候 就在這裡 這星星有一個出生段 拉回來 從這裡開始推上去 當然前面要先止跌 12345 先止跌以外 做一個打底震盪完以後 開始推一個小推動出來 我說這個推動出來 它有搞頭 它會往上走 它會往上走主生段 有沒有 這推出來以後 開始往上走 那走了以後 走了五小段開始整理 其實這股票長線 我看還是沒有結束 只是說那個買點的問題 那個買點的問題 4137的立豐 4137的立豐 那這個過程 差不多這個過程 你看喔 像這個2月8號 這個買 當下會買了140 414 這過程 躺上來 拉回 第二個買點 就在這個附近 有沒有 我們又買了190 這個買點 然後又上去 那你這個推動起來 到這邊 這邊結束沒有 沒有嘛 還一段嘛 有沒有 後來才到了 才到344.5嘛 才到344.5嘛 對不對 12345段嘛 這一個買點抓到 這一個買點也抓到 整個結構就是這個結構 一目了然 我說你那個把它位階 把它精準定位 就算我常常 我說你這個技術班 你可以來上 這個型態位階 你把它精準定位 這個一旦精準定位 我說它兩三年啊 不誇張 兩三年你都可以驗證 不是兩三天兩三個禮拜 兩三個月 是兩三年 是兩三年 是兩三年你可以驗證 立峰 陽明光 這個去年中旬的陽明光 5月21號陽明光 像這個結構就很清楚 一段兩段三段四段 還有一個第五段 有沒有 還有一個第五段嘛 去年的五六月的時候 那時候 這個光學股很紅嘛 有沒有一路飆嘛 兩明光從這邊飆到169 特別這第五段出去 你還要再追嘛 你要注意 一下子你看 169一下又是57耶 169一下又是57耶 你買在160幾塊 那是很不得了的事情啊 那很恐怖啊 那只要那個推動型態結束 其實那股票你就不要再碰它了啦 這個一推動結束啊 169 你這沿路亂買都會賠錢 這裡買會賺錢 可是你要跑啊 不跑 你就是這裡買會賺錢而已啦 不然就很難了啦 有沒有 就很難它一路就修正下來 AB然後C就一路下來了 再進行股票 只要再進行那個全波段修正 你最好不要去碰 也不要去搶反彈 做那個正在推動的個股 就算是第五段也可以做 一二三四五大段 完了以後就不要做了 同步完了以後就不要做了 在當下 這不是馬後炮嗎 不是啊 這當下這個還有第五段 你這個可以做 上去以後呢 結束了也不要不要做 不要做 那同樣的同步同樣的像這 光學類股當初 這個郁金光 這也是最後五段都走完了 你這邊A波 它這邊走了五小段 V回來這邊 531這個下來就是一個全波段西波 相信這個我講很久了 3406郁金光 你看啊 這邊 580對不對 壓回來 這就確認結束了 彈上去就是530幾 然後就從這邊一路下來 剩下162 差不多剩162 從這邊580剩162 那跌幅都很恐怖 這恐怖 那個運行方向只要不對 你怎麼買怎麼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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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月13號 那時候很多光學都見高點 這個是6月出見高點 那A B回來 這裡我們才開始在空它 這裡才開始在空它 520空一空 對不對 然後下來這個過程 其實那時候都在空它 475有沒有 還有譬如說像加零 74見高有沒有 12345見高 其實見高A B下來 整個下來4976 74見高有沒有 整個下來剩下多少 26塊錢 74剩26 剩下三分之一 剩下三分之一 那像這種高點 很多人會去追 你看它的量 很多人會去坐這裡 我說你把它結構位 接把它精準定位 你不會去 像我們的話 我們的所有周刊 你看我節目和我們會員 不會去買那個地方 只會去空那個地方 只會去空那個地方 你這個地方 你空什麼東西 你買什麼東西 你這12345大波都結束了 你買什麼東西 它這個A B C就要下來啦 這裡就已經見高到12345 那A下來下來 彈回來B一樣要下來啊 有沒有 所以那時候 那時候加零是在做空 那時候玉金光是在做空的 什麼時間點去空它 什麼時間去買它 當然做空可能投資本比較少 可是你至少不要受傷嘛 你可以避開 你不空它沒關係可以避開 很多人會受傷在這個地方啊 這量很大你就知道啦 有沒有 三萬張耶一天耶 嚇死人耶 都是買在這個地方 捨不得認賠 但後來就慢慢慢慢賠 剩下二十幾塊錢 剩二十幾塊錢 所以那個個股啊 那個結構位階 你要把它釐清 這很重要加零 我舉一些歷史給你看 你說這個易華店 這邊是不是一個出生段 拉回來 是不是還有一個5 所以這裡還可以買啊 後來證明在這裡啊 693有沒有 這945第一個拉回來 還有這段到12.5 這段完了要不要再買了 12345不要再買了 你看它這下也很深啊 6552的易華店 你看喔 這很標準 12345嘛 這個最標準不過了 我說有沒有這段 有 那這段完了你要不要買 不要買 其實這段裡面也很標準 也很標準 那122.5到了有沒有 不要它下來了 下來了八十幾塊 那個也是跌了四十幾塊 也跌掉三分之一 也跌掉三分之一 那這些事都馬後炮 不是 都在當下 什麼時間點你可以買 還有一個第五波 什麼時間點不能買 你就不要買 把它學起來 如果把這東西學起來 剛好利用這個過年 我再舉這個例子給你看 這個是最標準的 來有沒有 這一檔文貌 現在在 今天收140幾 今天1月29號 這我今天印的 等我像這種結構 如果你能夠把這個圖 畫成這樣的話 你就出塞了 整個每一個轉折 每一個轉折 你要釐清 來看一下 這是今天的 我們來對之前 之前去年5月31號 我說這種結構文貌 12345大坡走完了 這主勝段裡面有個小的 12345 有沒有 這每一段都交代清楚楚 那就12345大坡 300式建高 一個A下來21 B彈回來334.5 再來就準備全坡段修正 你接下來都不可以買文貌 就長這樣 從334.5這個西坡下來 整個就長這樣 一路下來 一路下來當然是 做空順勢來做多 你如果沒有做空 就不要做多啊 對不對 他就下來現在86.7耶 差不多300多塊剩下86耶 334塊剩下86耶 334塊剩下86塊錢 那這個過程 每一個轉折都有跡可循 絕對有跡可循 西坡下來334.5對不對 西坡下來34.5 這邊123 裡面是不是12345 然後ABC回來 193 這第五坡下來 來看有沒有拉近 當時還跟你談 我說來這邊拉近 我說他還差一小段 這個第五到963喔 跌很深喔 夠不夠不夠 還差一段 1234還有一小段 後來是不是來到86.7 來拉一邊 這第五坡囉 是不是他86.7 他就彈上來了 彈到139 開始做一個ABC 現在就來 現在文貌長怎樣 現在文貌長怎樣 12345大坡結束 那開始這邊震盪打底了 那我說震盪打底 當然他就在刺激四浪區 跟那個區間震盪 要有營運動能 大幅改善才能夠再發展成另外一個推動 否則他就在這個區間 會整理一段時間 不是五大坡跌完就一定會大漲特漲 不是 而是說他暫時告一個段落 那整理一段時間 那個時間就會很久 那你可以區間操作 如果說他哪天營運動能又大幅衰退 這五段段跌完了整理完 他再跌另外一個五大段 了解意思嗎 那如果說營運動能有改善 他開始往上發展 推升型態往上 這就是你精準定位界的重點 這個東西 我說你這個東西你把它學起來 這個進化波段戰法這個年度技術班 剛好利用這個過年期間 你自己想想你手中很多股票 你不會整理的 你也可以交給我來幫你整理 總是怎麼樣 要整理整理也調節換股 要動 要動 想辦法把技術分析把它學起來 我說這是一整天的課程 進化波段戰它是一整天的課程 早上我把那本書先幫你交會 那你這個東西你報名以後會有這個DVD DVD裡面有六集的教學DVD 你要拿回去先看 看完以後來上課 一整天的課程 早上把那本書先把它上完 下午還要十五演算練習 我會準備二三十檔個股讓你畫 你要把它 你要自己把它 把它能夠畫成這樣喔 你有沒有辦法把它畫成這樣 空白的 然後讓你畫成這樣 每一個轉折 每一個轉折 都要交代得清清楚楚 而且完全要符合 波浪的一個理論架構 那就成功 這個東西絕對值得你來學習 頭部有絕對值得你來學習 剛好 剛好碰到這個過年金租年 我說這個部分呢 租年好運開 全面的二分之一 頭部有全面二分之一 這機會難得 而且這個還從三月起算 你現在加入呢 從三月起算 比你新春看完盤再來加入呢 還滑得來 時間還更長 從三月起算 而且還 全面二分之一喔 頭部還全面二分之一 我說你報名要快 你可以參加我們團隊 參加我們團隊呢 還有這個技術班 還有技術班 那我說這個每年啊 都有很多人來上 你要趕快把位置沒有就沒有了 這沒有辦法加位置 因為你還要做筆記 還要畫圖還要做筆記 沒有辦法說 零四百個位置讓你做沒辦法 這每年都很多人在上課 都很多人在上課 你有興趣的 一定要趕快提早預約報名 趕快提早預約報名 金豬年 金豬年好運開 這個全面的二分之一 機會難得 機會難得 三月起算 我們先休息一下 運達福故 豬頭宋朋友 豬年好運來 春節期間參加運達會員 讓您投資順利一整年 新春送大禮 全面五折大優惠 再加三月起算會期 全面五折大優惠 再加三月起算會期 讓您豬年賺大錢 最下專線02-2781-0909 2781-0909 波浪有學校 進化才有效 黃老師今年多年波浪理論 求創進化波浪更準波浪 宛如阿基米格的支點 轉動全世界 讓您贏在股市的起跑點 金豬年02-2781-0909 2781-0909 誰說有錢人不做期貨 期貨是最佳避險工具 運達同步 02-2781-0909 2781-0909 軸輪精細的磕痕 如同精準的研究判斷 部分昼夜的運轉 如同親切專業的展業服務 我們講究每一個細節 斟酌每一個環節 帶領會員轉動貨地的巨輪 因為珍惜脫貨 所以全力以赴 運達同步 02-2781-0909 02-2781-0909 歡迎來到節目現場 頭部這個進化不斷戰法 的年度技術班呢 要趕快預約報名 因為這個座位有限 頭部這個座位有限 每次我辦都很多人來上課 這個位置沒有了就沒有了 頭部這個位置沒有了就沒有了 那剛好這個過年期間呢 公司有一個很特別的方案 金珠年好運開 金珠年好運開 全面二分之一 這個機會難得啊 而且這個還是從三月起算 從三月起算 你現在參加比過完年新中開會 滿載的參加 還更划算 時間還更長 機會難得要把握 最後祝大家金珠年 珠世大吉平安健康 本投資公司與所推薦分析之客 也有大證券 無不當制裁物利益關係 以往之績效 不保證未來獲利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隨身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 全民的片empel 分析 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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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